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有钱 应该是说他们花得更凶 对 没有 因为在那个璀璨的时候 我就 璀璨帝国就想说 哦 那东西都好贵哦 没想到还有更贵的东西 因为这边是喷石油的不一样 真的欸 然后虽然我也觉得蛮妙 可能是因为那里就是有钱人太多 所以你做什么都很容易赚钱 哦 他们说杜拜一百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百万富翁 对啊 超有钱 而且他的百万应该是美金吧对不对 当然啊 可是老实说啦 在这个的闪耀杜拜里面 就是百万富翁称不上什么欸 真的 里面那个钱 就是花得不像是钱你知道吗 对啊 因为他里面其实就有一个贵妇 对 因为心情不好 好 我们先讲 因为这个一开场呢 其实就是这个贵妇在摔衣服 对 我那时候会看下去就是因为我想说 哦 天哪 一开场就有一个小伯 太赞了 对 他叫做 他好像叫做沙发 沙发 对 沙发 对 这一部片我觉得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的点就是 因为人很多 对 然后他们的名字很中东 对对对对 所以让我很难记起来 都不好记 他就算是 他也不是照他英文 就是沙发还算是已经比较直觉发音了 对对对对 他们其他有一些就是你英文的拼音 跟他真的念法是对不起来的 就是那种回教名 就很难去 可能有很多猴头鹰什么的 就很难去把它结合在一起 对 那但是这个沙发 他就是一个娇小美艳的 哦 他真的很小只 对 但是然后长得很漂亮 嗯 老公看出来真的很疼他 对 可是他老公好像是印度人 哦 真的哦 对 其实好像杜拜蛮多印度人的 好像是 他们那边其实杜拜有很多很多不同种族的人 对对对对 然后只是说像在这里面出现的就比较多是 中东印度的那里 嗯 对还有很多个篱笆嫩的 对对对对 可是篱笆嫩也是中东啊 对啊对啊 就是那附近的 可能是不是比较近啊 比较近之外都 然后一方面都产石油 那你不能这样讲啦 因为他们 我一开始他们就说什么 每个人就是口袋里面怎么只有300美金 到杜拜就可以变这么有钱 我就想说我都想去了 真的 那说真的 因为他们每个人跟做了行业都不太一样 对 对但是大家都赚很多钱 真的赚非常多钱 对然后虽然说 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房仲 叫做Zena是不是 泽纳嘛 对 我一直在看他中文叫什么 对叫泽纳 他跟Safa最好 可是他们两个是天龙地狐 对因为 Safa我不知道他确切几公分啦 对 但是因为他站在泽纳前面 他直到他胸部 对 他们两个是最萌生高差 真的 真的差很多 但他们两个是好姐妹 对 他们两个感情非常好 对 反正他就是摔他老公衣服 摔一摔 然后就很生气 我都没有位置放衣服了 然后就镜头就很贱的 就拍了他的整个衣柜 因为他的衣柜 他是把一整个房间改成他的衣柜 对 而且那不是小房间 大概是一般房间两倍大的房间 就不要想说什么套房 没有没有 大概就是一层公寓吧 对 然后里面真的塞满 衣服 对 鞋子 然后可能首饰珠宝 跟他的包包 他老公就跟我问句说 我最近已经一点点这里放了 真的 因为他摔出来也没几件 对 然后就是我不管你可能 你把隔壁买下来给我放衣服 对 因为他老公不想要搬走 对 所以他只能把旁边的房子买下来 这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对 因为他老公不想搬走 是因为那里是 算他的成长地 可能从小就在那边长大 然后就有他跟妈妈的回忆 然后妈妈好像也不在了 对 所以 因为你知道他们住那区 觉得是有钱人的区吗 一定是啊 不过杜拜大部分地方 应该都是有钱人区 然后重点是就是隔壁人也不想卖啊 然后我这里面住得好好的 干嘛叫我卖房子 对 就是他们就是给他这个房仲好朋友 泽纳一个很困难的任务 真的 真的 好 我一开始就觉得这样很抓麻 但是因为这一幕啊 就让我觉得 那个时候啦 嗯 我还想说 哦 泽纳好像是这里面唯一 比较理性的人 嗯 嗯 毕竟当房仲应该要很圆滑这样啊 对 而且他 感觉很厉害啊 因为他们就有说 他的经历嘛 他就说他是杜拜那边算是 凡萨斯女王 对 然后后来才知道为什么 他是凡萨斯女王 因为 Versage带杜拜也有盖分店 然后他就是 原始开发人之一 对 所以他在 闪耀杜拜里面 他也很常穿Versage的衣服 对 然后我就跟马妹聊 因为我们之前有聊过那个 辣妈亮晶晶 对 那里面也有一个Versage代言人嘛 辣妈亮晶晶 里面跟他都穿得很松 对 我就那时候想说 Versage啊 一点也没有进步 就只能靠你这种人在买 结果我错了 对不起 则纳穿的都很好看 就是Versage是有好看的东西的 只是丑的都被辣妈亮晶晶买走了 感谢他 他买了丑的限量两个他都买丑 所以别人没有机会买到丑的 对 我跟马妹也同时聊这件事情 说天哪 他是那个Versage女王 可是他的衣服都好看 对很好看 他穿起来真的很好看 对啊 就你不会觉得怂 你也不会觉得说 好像很多logo在身上 不会 为什么澳洲可以穿成那样 那个等级实在差太多了 澳洲让我以为Versage就只有黑配金 就一直觉得说 你们为什么都要出一些很多logo 然后长得很丑的东西 就不是人家没有这样 真的没有 我真的误会他 他只是为了那一块市场 有弄一起一点点 对对对 我觉得真的有耶 对 就因为真的有那样的人要买 没错 没错 而且还真的很有钱 就是买得起 后来就是因为 那个沙发他就很心烦嘛 因为他不只是衣柜太小 他还有一件事 就是他老公一直希望他生第二胎 对 目前节目一开始是有看到 他现在只有一个女儿 对 大概可能四五岁之类的 没有很大 对对对 但是小公就感觉你休息也够了吧 因为四五岁了嘛 对啊 所以你已经休息好几年 你可以再生一个了吧 对 那当然你一看得出来 他超爱漂亮 嗯 然后他就有说 他怀孕的时候 身体很痛苦 很不舒服 之外 他花非常久时间才瘦回来 嗯嗯嗯 他就说他觉得他现在还没有恢复 他产前的可能极致的身材 对 然后就开始一直各种 在那边挥啊 就是啊 你要叫我生小孩 你先买一个房子 给我当衣柜啊 不然就 你要我生小孩 那我要找代理孕母 嗯嗯 而且他觉得很简单 因为 因为他老公一直不满足他的要求嘛 对 因为他觉得 就是生小孩 你为什么还要跟我要求这么多 对 然后所以他就很生气的 找好姐妹去逛街 买东西 对 他就买了一条 我觉得蛮丑的项链啊 凯特个人觉得丑 就很像一条蛇挂在他脖子上啊 就是 可是 他不是去卡帖吗 我也是很惊讶啊 可是卡帖尔就是蛇啊 所以 没有 他不是蛇的形状 他是真的讲得像一条蛇 哦 我知道啦 因为他那条是绿色 然后还有金色 然后有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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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然后又肥肥的 就是 就是我们要聊吗 我就去查一下他的价格 嗯嗯嗯 280万美金 对 我就说 他可别才一颗下来借我们 对啊 我们就真的可以退休了 我们一颗就好了 我就换算台币居然8000多万耶 哎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老公到底在干嘛耶 超有钱耶 真的 因为他老公就是 把他们后来 算是有因为这些事情 就是 吵架吵蛮多次的 因为他也真的蛮白目的啦 他是啊 而且 他一直很任性 我都想说 你都不怕你老公 就把你修掉嘛 真的 他那么有钱 对啊 他为什么一直忍受你 就是你是家庭主妇 所以你也没有出去赚钱 或什么的 对 你老公只要一不给你钱的话 你就什么都没有啦 对啊 虽然说 哲纳有说 沙巴是他以前的同事 所以他以前应该也是做房地产啦 但是我很难想象 我想说他这么娇贵 或是被老公宠出来的 有可能喔 反正 他就是因为知道 他老公要逼他生小孩嘛 他就故意在所有朋友都在的时候 然后跟他老公说 那我们来找代理孕母吧 对 我觉得他很过分 就是想要逼老公就范 对 然后他可能以为大家就会在旁边说 啊对啊 那你们都有钱 你们就因为 代理孕母就好了 他请个代理孕母可能还不到那条项链的钱 不是可能 是绝对不到 对 绝对不会到 还不到他手上爱马仕的钱 对对对对 这样比较正确一点 或是手上随便一支表的钱 一定不到 对 想到这个他还在跟老公说要找代理孕母的时候 应该是那个时候 反正某一次他们在吃饭他的发夹 哦对啊 就最一开始他就说 就是上面是写 Buy me a bird king 对 老公 记得要再买一个新的薄金包给我 很誇張就有这种发夹 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自己出的 对我不敢带 欸不会啊 带了如果真的有人送的话也好啊 我是没有这种妄想 拿到一个可以赶快卖掉欸 对很夸张 对所以他一定会觉得说 这用钱就可以解决 为什么你要叫我自己怀 对而且因为他就一直觉得说 我就是不想要破坏我的身材 你不要再叫我怀孕了 结果没想到因为他们是个回教国家 对 所有的好朋友都不站住 真的 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你不能违背上帝的意愿 而且他们讲了很多 我自己都没想到的理论欸 他就说你第一胎是自己生的 第二胎你却找带预母 以后第二胎知道他会很伤心 我那时候看到我还仔细想一下 我说会吗 我自己可能会觉得还好 我觉得如果是年幼的时候 可能真的会 哦长大之后应该就还好 对因为你才是妈妈亲生的那种感觉 对啊 可是如果他有全心全意 两个同样对待的话 应该是还好吧 应该啦 可是我觉得他的这个理论 他旁边的那个朋友 可能会知道你不是妈妈生的 真的 然后反正他所有朋友就是会一直劝他 对对对 就是他们真的是回教国家 因为我会觉得人家家也是跟我什么事嘛 对 就他们会一直帮他老公劝他生小孩 真的真的 然后还没事就拿出一个厌韵棒 我想说也太突然了吧 对然后也还好 其实Sava的个性不差啦 因为如果我就是不想生 然后旁边人一直逼我 因为超不爽啊 对还拿出厌韵棒 我觉得我可能忍耐 即兴会到韵韵棒那边 就把他折断 不是就会觉得说 你也管太多了这样啊 是真的管很多啊 反正就他们的友情的表现 可能是 我觉得回教真的是也是跟我们的差很多欸 真的 话虽如此 但他们又非常抓麻 对 在朋友之间也很抓麻 也许他们抓麻是因为他们有钱啊 也是有可能 这是真的太吃饱没事干的 也是因为就会把一些很小的事情 真的我看起来我都觉得超无聊的事情 然后放超级大 对因为他里面人物真的太多 然后一些我真的觉得比较无聊的 我们今天可能就不会聊到 对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挑事件来聊啦 因为他里面才发生太多 就是我觉得哦好经典的事件啊 对 因为他里面还有一个还蛮重要的角色 嗯 嫁给老头那个女生 嗯 他叫LJ 对对对 他名字好像也是很难念 然后还好可以 对我完全没有 就放弃要念他名字的意思 对 但是他真的很漂亮 而且他很年轻 对 然后他坚称 他嫁给那个老头不是为他 坚称 对 因为好了 我们人性就是这样 我就是半信半疑啊 嗯 对因为 我就觉得他好像真的很爱那个老头 没有因为他已经死掉了 哦 所以他怎么讲都可以 真的哦 你懂吗 也是 而且我觉得他其实蛮有奉献精神的 因为他就觉得说 女生嫁给老公 他唯一期望你的付出就是生小孩 哦对对对 所以他其实非常认真的执行他的工作 我只能说他很敬业 真的 然后老公刚好走了嘛 对啊 然后现在又年轻漂亮又有钱 嗯 所以他追求者就很多 对 反正呢 他的出场呢 是跟 呃里面一个男生 好像叫做 亚伯拉罕吗 亚伯拉辛 因为我看到那个英文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 自己把他 自己把他 换成亚伯拉罕 亚伯拉辛对 对 超难记得 就他出场的时候 其实因为他长得蛮正常的嘛 嗯 我没有想象到说他是闪耀杜拜的Ken 他真的很抓嘛 其实很多事情没有什么都是因为他 真的 真的 然后我也想说 你看他在杜拜就是卖花卖到这么有钱 对 卖永恒花 对啊 对 就是真的好像应该去杜拜发展 那我们先想一下 要去那边卖什么 真的 感觉好像很好赚的感觉 我觉得去那边可能我们只要卖炸鸡排 就可以赚饭 也是哦 对啊 诶他们可以吃吧 可以可以可以 他们应该都吃猪而已 对对对 所以没关系 真的 不能卖乳肉饭 对对对 只能卖鸡肉饭 对啊 因为他 反正他也超有钱就对了 对 然后他一开始 就有人介绍他们两个相亲嘛 嗯嗯嗯 然后他就想要跟这女生炫耀说 哦我有私人直升机 然后呢 对 所以他就派了私人直升机 去接刚刚我们讲的那个LJ 对 去饭店 对 吃饭 哎呦 这一就觉得 这这怎么了吗 我天天做啊 对 而且那个 他们还硬要拍一个他下飞机 他那天还配合 就是穿了一件很飘的衣服 所以他还拍了他下飞机 然后衣服在那边飘的那个场景 对对对 很夸张 真的 真的很闪耀 真的 反正他们这一场约会就是 那个易卜拉星 嗯 讲话真的很无聊 真的啊 对 我觉得他其实就没有什么内涵 对 然后又是个马宝 对 然后LJ就对他没有意思嘛 嗯 反正就是吵吵结束这样一约会 嗯 结束之后易卜拉星就到处讲他坏话 对 因为他就觉得 约会不成功吧 对 然后而且LJ其实没有给他留什么情面 就是觉得 你就是很表面 我觉得我们真的不适合 对对对 但LJ其实他在拒绝男生的时候都还蛮清楚的啦 然后反正都是男生都会自己帮自己找理由或是找台阶下 对 他后面还是陆续遇到这样的男生 对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实在太有钱了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这些人 对 他继承超多遗产的啊 对 他说他说他有Benz的股票耶 反正他在很多大企业他都有股份 嗯 对 所以他根本就不屑这一些 那些男生很白目 嗯 呵呵呵呵 就一直觉得哦 我长得又不差我这么有钱 你凭什么这样对我这样 嗯嗯嗯 可是你没有想要看说你可能是 你现在面对是一个可能比你还有钱的富婆 反正他就是这么有钱 就算他没有前夫这一件事情 他如果这么有钱的话 他为什么一定要就是跟你在一起 对 那反正他就到处去跟人家讲 而且哦 而且这个易普拉辛他也是个妈宝 对啊 我刚刚就说他是个妈宝 他妈 其他人好像妈妈没有出现过吧 只有他妈妈一直出现哦 对 陪妈妈逛街 那个妈妈讲 就是他相亲对象的坏话就算了 对 他就连参加party都要带着妈妈 对 而且是那种朋友生日趴 他要带着妈妈去参加 对 我不懂 而且他平常讲话也真的很常讲 我妈说怎么样 对 而且他妈好像是个美国人 哦 对 对 然后其实他妈感觉都 没像他那么专门 没有耶 我觉得他妈讲话很平静 怎么会养出一个这样子的儿子 可能就可能从小太有钱从坏的吧 哦 对啊 好吧 但我只能说他的好处是 他愿意自己经营事业 然后做得很不错这样子 嗯 对 好 反正就是 他们里面有一个专门 就是这个西安的富婆 LJ 他那个时候刚好跟一个网红两个人 算吵架 他们本来是好朋友 对 然后那个网红叫法哈娜 对 那个易普拉辛刚好又跟这个法哈娜很好 嗯嗯嗯 所以他就算是选边暂停法哈娜嘛 对 可是他又很白目 因为 他们其实全部的人都认识嘛 对 所以他们其实有在私底下聚会 法哈娜不在的时候有讲 可能讲到法哈娜的坏话 其实算是那个哲娜讲的 对 但是我觉得他讲的还好 就是他们也不是直接攻击他 对 这个人 因为他就是说他不是很喜欢法哈娜的party 每次都是 因为他是网红嘛 对 就全部都是赞助商 对对对 然后已经失去就是一群好友聚会的本质 嗯 我觉得他讲的 的确 他讲的没有错 对啊 而且因为他光生日派对 他说是生日月 所以他办了好像四次 还有五次生日派 对 那其实都是一直在秀不同的赞助商 对 因为他他有这些party 他才能照相嘛 然后照相才能去秀赞助商给他的一些东西 顺便把他们广告 所以哲娜只是 而且哲娜他在法哈娜的party的时候 其实他也有直接说 对 他其实都有直接当面跟他说 但是 然后我觉得他们真的很经不起讲 真的啊 要是我就会说 好 那我下次我是这种party的话 我就偏量不要找你就好啦 而且不然你 你办个正常一点的party不行吗 对 我会跟他讲说 没办法 这是要应付赞助商 那我下次会先跟你讲 对啊 因为我不觉得他讲这件事有很严重 我也是觉得还好 可是因为我觉得 他其实就 有点自卑吧 所以他一直觉得 哲娜看他不起 对 可是哲娜我真的在我的解读 他只是说 如果是这种赞助商的party 就不用找我了啦 对对对 我是真的要来帮你过生日的 我没有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 就是看这些赞助商的东西 但他也是真的 我觉得这里面 就是真的让我看到 比较真实生活的人 就是哲娜 对因为他其实就有在他 要陪伴家庭 跟工作 中间挣扎 对对对 其他人就过得太爽 我都没有看到他们在工作 因为他就是要一直不停的卖房地产 他才有收入嘛 对 然后房地产要花很多时间 跟客户social 所以他没有时间陪小孩 其实他其实蛮痛苦的 对啊 而且他也常常 比如说朋友约出去 然后他真的就没办法到 因为他当天必须要工作 对 然后所以你这种赞助商party 他就不要叫他 这个我觉得很合理啊 真的啊 他宁愿在家陪小孩吧 对 他真的没那么多时间 然后结果就 法哈娜就很生气 对 就所以他们私下聚会 没有法哈娜的时候 他又讲了一次 哲娜只是在讲说 因为大家就问他说 你们那天到底是为什么 都不愉快吗 他就说 我就是不喜欢他的party 都是那种赞助商party 对 就那种根本不用找我 结果一把心 就马上是旁边打电话 对 我觉得他到底要做得多明显 对啊 就是你 他是当场直接就走到旁边 就是可能比较暗的角落 对 然后打电话 跟他讲说 我真是受不了 他们一直在私底下 讲你坏话 对 我是在你这边的 我一定要跟你讲 其实说真的 这件事他不讲就没事了 对啊 而且这件事情 其实哲娜在当场 已经跟法哈娜讲过 他并不是说 他并不是私底下 一直在跟别人 讲他的坏话 对 那他只是现在 就是转述 他们那天 到底要吵什么这样的 结果这件事 就被他弄得超抓嘛 真的 就是引发 后面一连串的事件 因为 这个事件 本来是哲娜对法哈娜 对 然后结果后来 已经变成 哲娜VS 伊普拉星了 对 因为其实是 LJ跟法哈娜 后来也其实也有和解 表面上的和解 应该就也不是真的朋友啦 两个心结还是在 然后哲娜跟法哈娜也还好 因为法哈娜也很明确知道说 哲娜他就只是Care 不要赞助上嘛 然后反而是 但是因为哲娜很气 他就觉得 就是伊普拉星 为什么把事情搞这么大 就很多嘴啊 对 所以他就带了她和好姐妹Safa 去 伊普拉星工作的地方找她 对 因为他在 路办那边还有开一个咖啡店 对对对对 然后他说 虽然他那个 永恒花是有办公室 但是他就是喜欢在那个咖啡店 咖啡店里面工作 对 其实硬要讲 那也算是个公共场合啊 对 其实我觉得 虽然说的确是不太对啦 我可以理解 但是 他那边就是个咖啡店嘛 没错 其实 你硬要讲当然也不对 你何必这样子跑去人家 对 就是你硬要去 去找人吵架的感觉 对 然后但是因为他们 就是气不过啊 嗯嗯嗯嗯 然后就跑去跟他讲说 你为什么要把事情 惹成这样 你这个大嘴巴什么之类 就骂他嘛 对 就直接跑去 伊普拉星工作 对 呃 咖啡店啦 因为他坐在咖啡店里面 就是在当场直接跟他吵架 对 那他们里面 吵架有一句很重要的台词 是伊普拉星 就他就说 我总是跟我的员工说什么 然后那个 哲娜说 我又不是你员工 他说的没错 对 但是 那伊普拉星就想要把他变成他员工 对啊 他抓错 他完全抓错重点 没想到他的重点是抓到这个 对啊 若干天后 哈哈哈哈 伊普拉星居然冲去 哲娜的办公室 我觉得这 大概是这部里面 就最好看的桥段之一 因为哲娜 其实他算低调 原来他们的朋友 只知道他是房仲 对 却不知道他也是老板 嗯嗯嗯 因为他应该是挂CEO啦 对 但是伊普拉星就说 他气好几天 他居然说他不是我员工 哈哈哈哈 他居然在我员工面前 羞辱我 对 看我怎么把他变成我员工 对啊 以后我就可以把他当成我的员工 羞辱他 对 然后他就 去折纳公司 说我要把你们公司买下来 超没礼貌的 就是 真的是 直接走到人家办公室里面 然后说 我要把你公司买下来 这真的是 有钱人才能这样吵架 好爽哦 真的 一言不合就买公司 对 他说叫你老板出来 然后 所以哲纳才说 我就老板啊 嗯嗯嗯 对 其实那个 伊普拉星那个时候 是带着一个DJ的老婆去 然后因为 DJ老婆也是很爱惹事 对 那因为他们 DJ跟老婆之间 两个的庄码比较不多 我们就不赘述 对 但是这个老婆 他就是也很爱惹事就对了 对 但那个老婆 我有一点很想讲 因为他们 我不知道是因为中东人 就是可能 回教的关系 不能露手指 他里面穿里有一套 就是淡蓝色 然后还有手套 这长得很像什么纳美星的 因为真的太可怕了 对 就是因为 那个DJ他算是蛮 就是 勤劳辛苦的 在工作 对 我有看到他很认真的 在上班的感觉 对 但是他老婆就整天在 别人太烫 太香 他老婆好像是网红 所以也是比较闲的那一种 对 但是就是 比如说他老公工作 会接触女生 他也要吃醋 他就没送啊 对 不想说 DJ去世界各地 巡回的时候 他就是要碰到 这些人啊 他老公真的 没有怎么样 对 只不过就是 他在DJ台旁边 只有女生这样而已 对 他就买松 对 然后他就是 易普拉辛的事情 他也要插一脚 对啊 他就硬要那一天 跟着易普拉辛 到哲纳的办公室里面 一起吵架 对 然后因为 他们就吵得很严重嘛 他其实哲纳很不爽 因为他们这样 真的很不尊重他 对啊 那个比 就是他去咖啡店 找易普拉辛还夸张 因为他真的是 直接冲进去 找他吵架 而且重点是 因为 哲纳的办公室 小小的 嗯 他们就在那边 用言语羞辱啊 对啊 对啊 所以你是什么 破办公室 那什么鬼啊 比我家厕所还小 之类的这种 嗯嗯嗯 就是很没 他们真的很没礼貌啦 对 因为至少人家 只是他去找他 都是跟他就事论事 对 就是跟他讲完就走了 他们也没有真的 就是在里面 故意讲说 你这个咖啡店 这么烂啊 这么破什么的 就开始 反正他们真的 那一段真的很精彩 然后真的 真的很粗暴 对 真的这样讲 对 我没有想到 就是事情 居然会发展成这样 对 那反正因为他们后来 就是不欢而散啊 嗯 没想到这个DJ老婆 嗯 他手上有一杯咖啡 对 他讲得很理所当然 他说 什么 我就故意把咖啡 放在他桌上 对 他说 我那那个办公室 那么小 没有垃圾桶啊 对 所以我就把他 放在他桌上 奇怪你不会自己带走 对 所以 哲奶已经很气了嘛 对 因为他们 已经 进来一直闹事说 我要把你公司 买下来 其实哲奶一开始 好像是想要把 就那个真的一瞬间 对 因为 哲奶要去拿那个咖啡的时候 那个老婆又冲过来 对 他们两个就是 有点 不知道是他要拿走 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那个咖啡 就被灰开了 对 就是整间湿答答 然后 然后两个开始扭打 对 我就哇 我第一次看到 这么冲突的画面 对 然后那个DJ老婆 回家倒的 很像就是 哲奶爆打他一样 对啊 可是明明就是 他先开始的 对 你其实根本 你们那时候 如果就走掉 对 然后也不要什么 故意把咖啡放在他桌上 根本就没有这些事情 真的 然后哲奶真的超衰的 对啊 虽然我觉得 他自己也是 还蛮爱惹事情的啦 对 但是 他算是 已经算比较 没有那么抓麻的人了 对 因为我要说的事情是 就是看什么角度 嗯 因为如果 以我的角度去看啊 我只会觉得 他就是直话直说的人 对 只是他直话直说 就遇到旁边 抓麻这些人 就很容易惹事情 对 因为旁边的人 还会自动帮他解读 再加分 真的 然后就是 这一段真的太精彩了 真的 我觉得光那一段 我就很 我就觉得 这整部值得了 对啊 然后DJ老公 后来也有去 哲奶办公室找他 对 他们两个就很平和的谈啊 我就想说DJ 你怎么会娶这种老婆 而且他们真的很成熟 哲奶就有说 他都跑到办公室来 其实就是一种 求和的表现了 嗯 虽然啊 虽然哲奶把监视 影像给他老公看 对 他老公还是说 我还是看不出来 谁对谁错 没错 如果你只看影像 对啊 看起来好像是 就是哲奶也在拍那个 她伯伯嘛 但是他就觉得 双方都有错嘛 那就双方道歉 和好就好了 对啊 对但是 他老婆后来还是一样 对啊 他老婆就 嗯 算了啦 我觉得他老婆不会改 而且因为他老婆 现在就是又有 那个逸普拉星 当他的后盾 真的 两个就在那边 互相取暖 我记得最后面 好像那个逸普拉星 还打电话 跟他老婆 讲说他很孤单啊 对对对 因为他这个好朋友不在 然后还讲到哭 我都觉得 你有病嘛 对啊 然后其实 刚才我们不是讲说 那个逸普拉星 一直很挺那个 法哈娜 只是因为他中间 又有一点墙头 吵得到处倒 因为 因为法哈娜 那个时候正在跟LJ吵架嘛 对 就没想到 LJ一叫逸普拉星 就跑去LJ家 他真的很烂耶 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而且 LJ很明显 就是想要利用他 就是去帮他做花式嘛 因为LJ想要办一个 在沙漠里面的活动 对对对 然后就说 我现在需要花式 所以就是希望 逸普拉星来赞助 对对对 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嘛 那花里出OK吧 然后DJ你 应该可以现场表演一下吧 我想说你真的很快 人家这些外面都可以赚钱的 真的 然后逸普拉星就马上说好啊 然后很开心的 在他家合照打卡 对 然后就被法哈娜看到 对啊 然后他就说你 不是说你是葬我 这变成体我 那你怎么 他去你家 你就去你家 其实他真的无话可说 对 然后因为 巴哈娜在 跟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 是约他一起去做陶瓷 我觉得他们两 他们也是都做一些 很奇怪的活动 对 他一直在问一普拉星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 嗯嗯嗯嗯嗯嗯 你迷你说你 anda 你在我这一边 对 然后你会去 отправ 那你跑去他家打卡 嗯嗯 我算什么这样 对 然后逸普拉星 无话可说之下 又去摔桃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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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超幼稚的哦 对 他真的很娘而已 他真的 哎 对我一直一直觉得 他是应该是gay吧 对啊 他很gay样 对 可是他又一番喜欢 女生的样子 可能那个回家 ouve Sing 可能出轨 哦 有可能哦 所以他內心累積了很多怨恨跟憤怒 因為他沒有辦法出軌 對 因為 就是他們這裡面其實 因為我們現在還有很多人物沒有講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裡面各種有錢人 喔 對 有一個我很想要講他的稱號 因為凱特有傳給我 他在D卡上面看到有一篇文章 因為他其實在裡面是一個很平和 然後很大愛的一個算姊姊的人物 我還蠻喜歡他的 我也是蠻喜歡他的 然後而且 因為我本來也是記不太住他的名字 他叫洛甲恩 對 然後但是 因為在D卡那篇文章 他們就說 他根本就是杜拜的美鳳姐 我想 喔 對 你講的超對的 真的 而且他真的有像欸 真的蠻像 他們有 就是做出比對 我覺得真的長得很像 對 反正這個杜拜美鳳姐 他是 好像很有名的主持人 對 他真的也是賺很多錢 有錢到就是他弟弟這邊當廢人 真的我好想當他家人喔 媽呀 他就是弟弟在他家 沒事做 對 然後投資 可能股票什麼的 然後他就會拿一點錢給他說 那不然就是算你幫我投資 這樣子 對啊 好好喔 然後還幫他弟找台階下說 反正你就是做你專長的事情嗎 對 投資我不會 那你會投資 什麼鬼啦 你沒有不會投資欸 你看你賺多少錢 真的 然後就是 真的姊姊太強 弟弟就會飛掉了 真的 對 但是他真的很好 其實裡面的人不管怎麼吵怎麼鬧 他就是都不管他的事 對 他大概是裡面就是最沒有抓馬的一個人 對 然後又很大愛 對 就是把每個人的事情都當作自己的事 對 感覺了出來 他是真情流露在 就是照顧這些弟弟妹妹 對 而且他真的就是 很處變不驚欸 對 其他人怎麼抓馬 他都沒 嗯好 我就是這樣 但是有一個很好笑的事情 嗯 這個美鳳姐還有辦一場 算是慈善的拍賣會嗎 哦 對對對對對 對 然後他們這些有情人就紛紛都來參加 然後也就捐出自己的東西嘛 對 就拍賣嘛 就是因為你要幫助那邊的小朋友啊 對 最後就是那一個場晚會募得了 好像四萬一千塊美金 沒錯 很想揍他們 你辦那一場應該不只四萬一千塊 真的 你們 你們沒有一個人手上的包包 是有小於四萬 我想說 你們都不覺得這個 這個數字很小嗎 你們都提四十萬的包包 然後 然後在那邊弄一個晚會 沒事出去shopping 就買了一個兩百多萬 就是 八千多萬台幣的珠寶 然後結果你們只 願意捐四萬一千塊 對 然後好意思在那邊公布 還在那邊鼓掌 你們真的很漂亮 你們那天晚餐吃的東西 全部給我吐出來 真的很誇張 超過分 他們那天因為大家又都還打扮了超漂亮 對啊 你們身上那些行頭加起來可能都不只那個錢 對 你們每一個人把你們的項鍊捐出來就好了 真的 short joy 已經可能是幾十倍的價格了 真的 我覺得那個美鳳姐應該要自己在補貼一些錢 再捐出去 不然實在太丟臉了 就很扯 到底都不想捐啊 對啊 因為這些錢對他們來說應該超小的 對 就很扯啊 就是以 總要有一個人站起來說 哇 如果是這個機能我幫你們多補兩個零 之類的吧 或是說我幫你補到某一個金額 對啊 然後我們在一起 就大家拍手 這樣子還差不多吧 對 然後沒想到大家就這樣子 真的很理所當然拍完手之後 然後易普拉辛就起來 寫了一封信 念道歉信 哈哈哈哈 欸我覺得他這很逼大家要接受欸 對 因為他就硬要在那個時候上台 然後念他的道歉信 對 他就對折納道歉嘛 因為他跑去折納公司弄了那一場鬧劇 對 折納也真的就是馬上就接受這個道歉了 對 然後沒想到 就是易普拉辛後來又開始講一些幹話 對 那封信念 還沒念完 他就開始講幹話了 對 然後又開始說 是我媽叫我道歉 媽媽又翻 哈哈哈哈 媽媽又出來了 媽媽出現機率真的很高 真的太好看了 我那時候還蠻意外的 我本來就覺得 我可能會看到一個中東版的璀璨帝國 嗯嗯嗯 因為他們那邊其實 是因為亞洲人的個性嗎 比較不會尋求衝突 真的 真的真的 你知道我們可能就是走那種 以和為貴的路線 對 所以中東人果然比較火爆 對 都很直接來的 欸每個都很直接 然後其實 我一開始啊 我本來一直覺得那個 AOJ讓我感覺好像真的蠻無腦的 因為他就嫁給老男人嘛 對 我後來發現其實他很清醒欸 沒有所以他才會做這筆交易啊 真的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知道 而且他知道自己該做什麼 所以他去那邊你看 我猜那個 他嫁給他的時候 他也知道他可能快要死掉了吧 這我就不知道了 不曉得 但是我覺得他就是很敢功課的趕快 對 趕快生 趕快生小孩 然後幫他繼承這樣子 對 然後因為他 大家在吵架幹嘛的時候 其實他在旁邊都會講一些很客觀的話 對 還蠻驚訝的 因為他其實才二十幾歲而已 對 就真的很年輕 對 那但是他真的講的話就是 的確是這裡面的人最清醒的那種感覺 雖然說 因為他裡面的座車是Banley 然後也是粉紅色的 我在看這一點才看得很不奇怪 對 很可怕 對 因為像Safa跟他老公為了生小孩啊 然後還有買房子吵架 他老公後來就買了一間公寓 要跟他道歉 對 然後他說 你想要租給人家或什麼都可以 Safa就是完全覺得你弄這個 他超不爽欸 他說 你是要叫我搬來住嗎 他說當然不是啊 他就是 他超不爽欸 可是又想說 欸 那公寓隨便租出去應該都超賺的啊 對 然後他就開始在那邊說什麼 我到底要拿這間來幹什麼啦 租出去也是很麻煩欸 然後怎樣他就 手子真身在福中不知福 但我相信啊 就是他一條銷鑛就280萬美金了 我不缺這個租金啊 你到底買這間公寓給我幹嘛 你懂嗎 因為他 因為老公的錢就是我的錢 對啊 所以我本來錢就已經多到我用不完了 對 然後其實他旁邊好姐妹也不會去跟他講什麼嘛 嗯嗯嗯 就真的就 欸我直接跟他講說 你也太不知足了吧 對啊 所以他就在這個時候跟他講說 老公就是期望你再幫他生一個小孩 對 你就是幫他再生一個就對了 這就是你身為女人的責任 對 然後不要在那邊一直閒東閒西 哈哈 所以他並沒有因為西昂繼承這麼多錢 然後變糊塗 沒有 我覺得他應該還蠻 不然的話他應該就是隨便揮霍 就會把那些錢花完了 因為你像從一個年輕漂亮然後這麼有錢的人的嘴巴 他講出說你本來就應該幫他生小孩 哈哈 欸那還是因為回教國家有差啊 好像也不是 因為別人也沒有像他 就是這麼傳統 嗯嗯嗯 對 好吧 但就是我覺得這一個劇好看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的個性實在差太多了 真的 每個人個性都不一樣 對 每個個性都很鮮明 所以其實你不會認不出來 因為有時候看這種劇就覺得 哦天啊你出現的人太多了 對 我沒有辦法分辨你們誰是誰 對因為我之前就有看一個叫寶萊屋 哦人妻 寶萊屋人妻什麼東西的 哦裡面每個都長得好像哦 哈哈哈哈哈哈 就個性沒有到鮮明到讓你可以馬上分辨出來誰是誰 對對對 嗯然後但是這裡就大家都很清楚 沒錯 只是名字不好記而已 對 就你看到他出場你會知道 哦我知道你是誰 但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對 但因為人真的太 他裡面人物非常多 對很多 我們其實漏掉超級多人沒有講的 對因為主要在主演的是這幾個 我們講的這幾個 其他就是小配角偶爾出現就是嘴個兩句而已 對開拍會出現啊 嗯 或者是好像其中有一對要結婚的 對 對那就是因為他們就還蠻peace的啦 欸他們真的也很有錢 他們自己還有開發一個那種健康食品之類的 對啊 嗯 然後也是一言不合就送名車這樣 對 我我就覺得 哦天啊 好讚哦 怎麼就是你們的禮物都這麼高級 真的 杜拜真是一個無法想像到底多有錢的地方 真的很有錢 我其實好幾年前去過 啊你有去過啊 我有去過 所以像他去的 就是他們一開始約會的停機坪那個hotel 他那個就是 欸亞特蘭提斯吧 嗯 我就是一個非常大的hotel 它裡面 最有名的就是他們去吃飯的那個餐廳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很大的魚缸 嗯 對對對那就是他們最著名的餐廳 所以他等於是把那一家餐廳包下來 哇 給他就是在那邊約會吃飯 其實應該真的花了不少錢 嗯 對 反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因為真的有錢到超乎你想像 真的 對 雖然有一些有錢人穿的衣服 孔雀開瓶裝之類我比較不理解 呵呵呵 哦對我們上次不是有討論到嗎 他們 不知道是中東人的愛好還是怎麼樣 就他們喜歡衣服上面有羽毛 對啊 每個人都像大鳥姐姐一樣 對或者是就是那種 橄欖球員的肩膀 呵呵呵 反正就 嗯 就是誇張 對 有時候有些真的會蠻好看的 但是有時候又覺得誇張到 我覺得你怎麼會穿這種衣服 對 其實裡面雖然那些 他們可能就是 肩膀很寬之類的 的那種造型 但是 還是以好看的居度 對 他們真的還是比 其他那些 比一些人真的會穿很多 都我覺得他們都還比 璀璨帝國的會穿 你在抑制誰 哈哈哈哈 璀璨帝國裡面好幾個都這樣啊 就是 對 他們其實沒有特 欸 應該是說他們平常就會穿的比較 休閒 嗯 然後不會特別去 可是像那個閃耀 這裡面 他們每一個人 每一次出場 幾乎都是盛裝搭扮 對 然後璀璨裡面 我覺得比較會穿的 就是Christine吧 對啊 像那個Kim中心思想就是露奶衣 露奶衣 對 我做他這麼多錢 做了這麼多奶 你一定要給我看個購 對 然後但其他人 真的都不會穿 對 就是有時候他們會穿 不適合自己的衣服 對 但是 我覺得這個閃耀杜拜 算是名牌穿衣之男 而且他們裡面的人 因為又都長得 我不知道是因為中東 臉孔很漂亮 還怎麼樣 就是很適合這些衣服 對 因為他們就是算是有 有點東方的西方臉孔這樣 對 然後因為五官很深邃 對 所以真的很漂亮 每個人都長 對嘛 因為你看美鳳姐就知道啦 因為她連臉都長得很像美鳳姐 其實就像那種東西混血 的長相 其實是符合全世界口味的 對 因為你剛好取了兩邊的優點 對 然後其實他們裡面的人 真的都這樣 對啊 滿羨慕他們的那個長相的 對 裡面比較算歐美風格 其實就是哲娜 因為她又高 對 然後又有一點 她在裡面真的很高 對 然後又比較黑 但她應該算是 橄欖色肌膚 對對對 對 其實也是很漂亮 對啊 然後其實裡面有一些 還滿有趣 比如說她跟沙發感情 不是很好嗎 對啊 然後沙發就要逼她走秀 喔對 然後在試衣的時候 我就一直 她就一直在她胸部前面 對 然後哲娜也很可愛 然後她就有說 就完全就不是模特兒的料 而且我就是沒有她們那麼瘦 你要逼死我 對 對 還滿可愛 然後看得出來 她們真的是好朋友 就很真心的好朋友 因為她們兩個真的很互挺 明明就百般不願意 她還是去幫她走了 真的真的 但是走起來很漂亮 是真的很漂亮 走了以後又覺得 還好我有幫她走 對 很推薦大家看這一部 對啊 就是看了其實 心情愉悅又舒壓 真的 就唯一不開心的點 大概就是 為什麼她們可以這麼有錢吧 喔 我還好 因為她就真的太有錢了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 已經達不到的境界嗎 欸我都想說 她郭台銘 有沒有比她們有錢啊 對 我都覺得她們真的很有錢欸 真的 因為你就像郭台銘 你也不可能 就是出去逛個街 就花八千萬吧 對啊 她老婆應該不可以這樣子吧 對 真的很扯 天哪 對啊 如果是出去買個房子八千萬 她們還可能可以接受 但是出去買個珠寶八千萬 應該不行吧 真的 而且那感覺不是什麼會保駕的珠寶 應該還是會啦 珠寶 畢竟 真的喔 我覺得應該還是可以啦 好 畢竟是名牌貨 真的好啦 對 希望她可以保值 不然八千萬真的好誇張喔 她不care 而且她那個價錢旁邊的朋友 我覺得就都 就是 欸她們都沒有表情 對 就都 喔好打包 哈哈哈哈 但她真的是我們無法想像的世界 真的 好像240塊一樣 她的240萬 真的欸 240塊我再考慮一下 哈哈哈哈 買一個蛇 對啊 好啊 就推薦大家去看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聊到這邊囉 嗯嗯 好 請媽咪幫我們呼籲一下 對 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給我們五星好評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